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法院前聚集了大批马英九的支持者 马英九在出庭后对媒体记者表示他是清白的 我们尊重庭上的裁决 那最后法官裁决说这个算是属于有证据能力的 你会不会觉得打赢了第一场胜仗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都言之过早 谢谢 由于台湾检察部门对于特别费是公费还是私费 在认定上有很大分歧 台湾检察部门在5月8号也召开了会议 专门对此进行讨论 5月8号台湾立法机构举行会议 计划审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和2007年度的台湾当局的总预算案 但民进党籍的台湾民意代表 全力阻挠表决选举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蓝绿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有的民进党民意代表还从主席台上摔了下来 这次台湾立法机构为表决选举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发生冲突已经是第三次了 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为了阻止表决的进行 先是极力阻挡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进入会场 当王金平冲破阻力 最终进入到会场后 泛蓝的女性民意代表立刻围在王金平身边 要保护着她主持会议 但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又包围了主席台 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还爬上主席台 但在激烈的冲突中却掉下了主席台 台湾立法机构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 柯建民表示 要先通过行政部门的总预算 其他的先别谈 王金平对民进党再次用暴力阻挠会议 表示强烈不忙 肢体冲突的呢 大概就只有八个案子 那在这个都是已经尊重少数了 当然少数也一定要服从都是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案 绝对都能够透过学商来达成 这个最后原版的结论的 所以当这个时候呢 就只得互之表决 而今天呢 要表决的时候 当然民进党团 他们就使尽各种方式手段来主打 那让整个议事不能进行 让表决程序不能进行 我想呢 这个就是少数不服从 都是的一个具体表现 现有选委会组织规程规定 选委会委员 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 提请台湾地区领导人任命 而现在的修改草案则要改为 部分委员由政党比例产生 部分由五党级人士担任 由于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 将扮演着关键角色 因此蓝绿双方对于选委会的委员 如何产生争执不下 5月7号 民进党召开终止会 确认民进党关于2008年选举的初选 将不再举行第二阶段的民意调查 日前 谢长廷在参选2008民进党党员 初选投票中胜出后 三名初选对手 吕秀莲 苏贞昌和游锡坤 陆续宣布不再进行第二阶段的民调 但由于民进党规定 在进行党员投票或民意调查后 就不得退选 为此 民进党在7号召开临时终止会 修改了这项规定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蔡同荣会后表示 多数中职委无意义地通过了 对条文的修改 终止会还授权本周的民进党中常会 处理三名参选人退选的事项 四名参选人为民意调查 事先所缴纳的100万元新台币保证金 也将如数退回 民进党此前规定 参加2008年选举的初选 党员投票占30%的比例 而民意调查则占70%的比例 台湾媒体认为民进党将不举行初选的民意调查 这表明在党员投票中胜出的谢长廷 已经成为民进党参选2008的候选人 但谢长廷会选择谁作为副手搭档参选 外界十分关注 据报道 民进党初选党员投票结束后 5月6号 陈水扁在与谢长廷会面时说 现阶段要以整合党内势力为主 副手人选不需要急着决定 谢长廷7号在出席民进党的临时终止会后也表示 还没有急到要马上宣布人选的地步 他会多听听各方的意见 以胜选为考量 慎重地选择搭档伙伴 叶居兰是外界认为很有可能与谢长廷搭档的人选 但叶居兰对外界的询问不愿回应 这边有可能谢业佩 谢谢大家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也是一个呼声很高的人选 但苏贞昌表示民进党有民进党的机制 他会尊重新选出来的得到候选人地位的人 台湾的中国时报5月8号发表社论说 民进党初选的这一役 谢长廷可谓是在众人意外中出现 为何意外 因为过去七年 民进党的执政结构一直都是陈水扁掌权 外加上嫡系共治 而这个超稳定结构却在谢长廷出现后出现了变化 甚至面临瓦解和重组 这也难怪众多的民进党精英会在事前自以为在顺势操作 事后却纷纷跌破了眼镜 社论说 过去六年来 以陈水扁为权力核心 加上前新潮流主帅邱毅仁的操盘 构成了民进党执政的经纬坐标 而陈水扁邱毅仁两人却又是向来就和谢长廷不对盘 社论认为 谢长廷的出现某个程度上代表民进党另一种路线的崛起 一种和陈水扁邱毅仁两人都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与形式风格正在取而代之 以此次的民进党党内初选手法加以对比 陈水扁邱毅仁一贯的选举手法就是大型造势搭配歌喉战 相反的谢长廷则如他自己形容的理念先行战略掩护战术 社论说 贬谢之间的权力过渡优势是站在谢长廷这一边的 贬谢二人政治生命纠葛长达20年 如果前20年谢长廷必须委曲求权 曲曲下风 则未来情势势必逸转 5月7号晚上中国国民党2008年选举候选人马英九分别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和秘书长吴敦毅举行了会谈 吴敦毅表示民进党初选后清理战场的速度是出乎意料的快 国民党必须加快整合 国民党的基层党员也希望尽快确定与马英九搭档的人选 5月7号下午民进党参加2008年选举出选的四名参选人共同举行了记者会对外展现团结 这让一些国民党籍的台湾民意代表十分着急 希望国民党尽快确定马英九的副手 国民党的基层党员也很着急 他们打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电话一直不断 但马英九一直表示 优先考虑的参选搭档是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王金平却一直对此没有表态 国民党秘书长吴敦毅7号表示 由于王金平希望与马英九会面时有第三者在场 马英九已经联系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希望这两天就能敲定会面的时间 尽快确定马王培 谢长廷将可能作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参加2008年的选举 而国民党已经在5月2号推举出马英九作为候选人参加2008年的选举 台湾媒体认为2008年选战马蟹对决的局面已经基本成型 有台湾学者认为已经站上擂台的马英九和谢长廷 其实有不少共同点 两个人都没有公职和党职算是一介平民 两个人也都受弊案困扰 其中马英九因为特别废案被起诉 成为他从政以来的最大污点 谢长廷则因高节弊案及政治现金案深陷贪污疑云 另外他们两个人也都面对着党内团结的问题 马英九现在争取王金平的支持 谢长廷则是弥合因初选而与苏贞昌撕破脸的裂痕 此外如何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 也是马英九和谢长廷必须面对的课题 据台湾苹果日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59.83%的受访者支持马英九 30.57%的受访者支持谢长廷 台湾联合报的民调显示 虽然谢长廷的声势看长 但仍然落后马英九15个百分点 民进党2008党内初选 陈水扁支持的苏贞昌破坏 陈水扁处境尴尬 请关注陈水扁牌失效了吗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5月6号民进党进行了党内初选投票 谢长廷以近16000票的优势 大幅领先苏贞昌 而其他的三位参选人也宣布退选 谢长廷取得了代表民进党参选2008的资格 随后陈水扁在5月7号召见了四位参选人 宣称他自己没有跛脚 还要继续扮演一些角色 那么跟陈水扁保持距离的谢长廷 为什么会在民进党内的初选中胜出 未来陈水扁还能在台湾政坛发挥多大的政治作用呢 就这些话题今天我们通过微星连线的方式 邀请台湾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 这位是时事评论员蓝轩小姐 这位是台北大学的教授江敏钦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至于台湾媒体报道 5月6号民进党对参选2008年的党内参选人 进行了党员投票 陈水扁支持的苏贞昌落选了 而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前负责人谢长廷 获得6万2千多票 成为代表民进党参加2008年大选的候选人 这一选举结果让台湾媒体大跌眼镜 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后 获得提名的谢长廷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他会尽自己的努力 弥合因选举给民进党造成的裂痕 在这个党员投票以后 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拥抱民进党的共同价值 我愿意 那么用一切的 心量 用最诚恳的心 来整合我们出选所留下来的 一些瑕疵跟裂痕 没有不可合作的人 民进党的其他三位党内出选参选人 也在投票结束后分别做了表态 民进党主席游西坤6号表示 随着党员投票结束 他也要停止一切竞选活动 而在初选中落败的吕秀莲 则在同一天表示 民进党的这次初选不公平 他要参选到底 不过第二天吕秀莲随后又转变了态度 说他愿意成全谢长廷 让战局到此结束 而在选前被看好的 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在投票结束后 也召开记者会 宣布自己退出民进党初选 并表示他会全力支持谢长廷 5月7号 民进党中央召开记者会 民进党的四位参选人坐到了一起 他们一致呼吁民进党要团结 要营造胜选的气势 据了解 民进党在6号进行的参选2008党内初选投票中 大约14万民进党员参加了投票 台湾行政部门前负责人谢长廷 获得6万2千多票排名第一 而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获得4万6千多票 民进党党主席游锡坤 拿到16%的选票 约为2万2千多张票 而陈水扁的副手吕秀莲的得票最低 他获得8千多张票 得票率仅为6% 可以说从台湾媒体的报道来看 陈水扁一直或名或案的都在支持苏贞昌 但是最终却是谢长廷胜出了 这个结果让台湾各界都大感意外 那么蓝轩小姐 为什么大家会有意外这样的感觉呢 讲到这个为什么谢长廷 他的出现让人家意外 是因为就整个民进党初选开始以来 一个长期的气氛 其实包括民进党内自己做评估 还有很多接近民进党的一些 资深的媒体员做的一些分析 都认为说呢 在整个的选票分布上面 这次党内的初选 掌握党员票比较多的是苏贞昌 大家都分析 苏贞昌至少会领先谢长廷 大概3万票左右 所以3万票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谢长廷在选前的时候 也不断的跟大家呼吁说呢 我希望不要输那么多 小输为盈 他表示说呢 他只要能够输到大概1万5千票左右 他认为他就可以在第二阶段的民调 领先10%到5%左右这样的状况 把它给补回来 所以呢 当最后谢长廷不但没有输1万5千票 甚至赢了1万5千票 等于来回苏贞昌少了3万票 这一点呢 当然让大家非常惊讶 而就比较近的分析来看的话呢 在初选前的几天 陈水扁接受媒体访问 其实虽然没有公开表态力挺苏贞昌 但是呢 话中有话 甚至呢 说漏嘴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不是说漏嘴 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的 他讲到说呢 他就是把四个这个党内的天王 他们的这个slogan口号 串起来 讲了一个民进党的口号 中间最后一段呢 就用苏贞昌的 苏贞昌就说台湾要赢 要要选苏 他没有把这个话讲完 在讲出了苏之后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苏呢 陈水扁的意象 所以呢 这些长的大的这个气氛 跟这个短的近的一些事件呢 都让大家认为说呢 苏贞昌应该是笃定出现的 但是呢 事实上呢 确实谢长廷呢 非常的擅长的运用了同情票 同时相当程度的凝聚了 党内反新潮流系的力道 让他到最后呢 意外的出现了 我们知道以前 陈水扁曾经被看作是 民进党选举的票房零要 民进党的很多参选人 都是抢着请他站台复选 但是现在陈水扁却失灵了 甚至有台湾媒体认为呢 这一次谢长廷赢就赢在 和陈水扁保持了距离 而苏贞昌输就输在 太过迷信陈水扁拍 连吕秀莲都说 苏贞昌是被陈水扁害死的 那么对于这种种的评论和说法 江教授您怎么来看呢 基本上苏贞昌应该说是 被自己害死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竞逐一个大位 不论是公职 或者是一家公司的主管 坦白讲 你必须要具备足够的判断力 那当然苏贞昌之所以误判情势 是因为过去陈水扁 经常就是所谓的票房零要 可是从2000年 那算是陈水扁的高峰期的开始 2000年到现在的2007年 坦白讲七年的时间 对一瓶酒跟对一瓶醋 它的意显然是不一样的 七年如果陈水扁是一瓶酒的话 这个酒越沉越香 可是对一瓶醋而言 当然就酸不可闻 七年的时间会让一盘 本来是佳肴的补品 变成臭不可闻 人人为避之为恐不及的垃圾 那陈水扁他的作用就在这里 其中的关键点就是 过去在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标榜着爱台湾清廉本土 拥抱人民 特别是拥抱人民这四个字 坦白说跟过去国民党 这个好像在深宫当中 不了解民间疾苦的形象 是有若干的落差的 但是这七年来 陈水扁家族跟他自己 坦白说多数的评论也好 或者是民间党内部 都发现陈水扁只爱自己 脱离了人民 陈水扁能力不足 做台北市的市长 尚可 但是作为一个台湾地区最高的领导人 在外交 两岸 国防 内政 治安 特别是经济 台湾人最在乎的经济 却是一筹莫展 台湾整体七年中的经济 变得最好的是陈水扁的家庭 跟他的女婿 还有他的亲家 这如何能够让台湾的人民接受呢 民进党这一次的许多党员 基本上已经忍陈水扁很久了 而且他们认为说陈水扁 其实已经做了八年的领导人 能力不够如此 其实也应该要交棒了 这个时候他应该做一个公亲 而不是做一个市主 你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 而不是这个时候还介入下来 在台湾的社会基本上 把政治人物即将要退休 或者是下台政治人物 比喻做政治的老人 那老人在台湾的社会 如果要受到欢迎的话 有三个基本的要件 第一个身体要好一点 第二钱要多一点 第三话要少一点 扯扁呢钱多一点没有问题 身体也挺好的 但是他话太多了 管太多民进党内部的事务 甚至想要插手去操纵 在礼拜天开票的当晚 谢阳廷的第一句话是 感谢民进党的党员 对我谢阳廷的信任投票 其实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是 这次支持我谢阳廷 对我是一个信任投票 当然反面来说 就是对陈水扁的不信任投票 这显示陈水扁在这一次 民进党党内出选当中 已经彻底的被民进党的党员 投以不信任投票 民进党2008党内出选 陈水扁支持的苏贞昌破案 陈水扁处境尴尬 请关注陈水扁牌失效了 民进党出选结果公布之后 5月7号 陈水扁召集了四位参选人会面 在会面中陈水扁说 他还有能力在四个人中 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他自己并没有跋奖 协助者的角色 配合者的角色 以及整合者的角色 不会下主导棋 但是 陈水扁也不会跋奖 角色扮演 这是一日不可停顿的 也不可能中断的 所以这点我相信 我们再来 更加认真 更加合作 更加合适 这点我 会跟中国共同来 联络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民进党进行党内出选的过程中 陈水扁曾多次流露出 支持苏贞昌的意思 5月5号 在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 陈水扁还不小心说到 自己支持苏贞昌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 陈水扁一直暗中支持的苏贞昌 在初选中并没有出现 被迫退出选举 这将使陈水扁以后 难以在左右民进党的大局 甚至可能跛脚 陈水扁虽然当着 四位参选人的面说 自己没有跛脚 但他暗中支持的苏贞昌 在初选中落选 这将使陈水扁难以摆脱 这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看到台湾联合报 7号发表了一个社评说 谢长廷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之后 陈水扁恐怕难以在左右大局 甚至还有可能跛脚 但是陈水扁在7号 召见四位参选人的时候 却宣布说 他自己不会跛脚 还说他的角色扮演是 一日不可缺也不可中断的 蓝轩小姐 您怎么来看陈水扁的这番表态呢 整个的投票 如果说可以是对谢长廷的信任投票 而是对陈水扁的不信任投票的话呢 陈水扁的心里面当然会具有恐慌 我那天呢 在上别的节目的时候 就曾经讲过 当天晚上呢 最睡不着觉的人 可能是谁呢 可能不是苏贞昌 因为他至少已经决定 快速离开战场了 当天晚上呢 辗转难眠 可能呢 睡不着觉的 应该是陈水扁 因为陈水扁呢 他必须眼睁上看着 被他表态暗挺的 这样一个苏贞昌落马 但是呢 在过程当中呢 得不到他青睐的谢长廷呢 因此而扶摇直上 而且这个事情呢 整个背后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 其实呢 这个苏贞旅游四个人 当天决定要召开一个 所谓团结的记者会的时候 是希望陈水扁呢 能够到民进党中央的现场来 共同参与 凝聚一个大团结的 这样的一个气氛 但是呢 虽然呢 一度动念 陈水扁最后还是说 不 我要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接见你们呢 所以自己已经反映出来呢 陈水扁非常清楚知道 他唯一能够跟陈 谢长廷呢 进行竞争 在未来的半年 都会一年呢 维持自己权力的方法 就是回到一个领导人的制高点 我跟你们呢 四个人 还是有距离的 尤其我跟谢长廷 你这个接班人 还是有距离的 你好歹是要接我的班 而不是现在就要窜我的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陈水扁的心理的一个反应 但是我必须讲 对于目前的情势来看的话呢 再加上谢长廷的个性来看的话呢 未来半年到一年 或许的确呢 他也还必须 有借助陈水扁的地方 因为对于谢长廷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全部把权力拿过来 自己做操作的话呢 涉及到陈水扁愿不愿意放 谢长廷可能就必须要去思考 是不是有可能呢 两个人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呢 分权而共治啊 那这部分呢 我相信是陈水扁 在那一天呢 接见四大天王的时候 急急忙的呢 抛出这个 我绝对不会跛脚 这句话最主要的用意 他要让谢长廷非常清楚的知道 即便民进党把希望放在你身上 但是不要忘记了 权力还是在我手上 我们看到有些台湾媒体透露的消息 说在谢长廷胜出之后 陈水扁就有意的促成谢苏沛 但是谢长廷的态度却并不是很积极 那么我想请问江教授 在谢长廷选择副手的这个问题上 甚至说在民进党内的整个政治活动当中 在现在台湾的政坛上 陈水扁他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未来这一年不到的时间 陈水扁在政坛上有什么影响 我刚刚特别做个总结 在权力的分配上 基本上他的影响力是下降的 甚至不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是在资源的依赖上 特别是他拥有现有的资源 在整个决策权上跟行政权上 特别是两岸这张牌 我认为陈水扁倾向开放的影响力会比较大 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为自己当作一个某种形式上的赎罪 让台湾民众的荷包能够稍微回温 同时打破 打破国民党可能所要使用的一张王牌 提前让它曝光 那么另外就是把两岸未来可能开放 三通的这个功劳往自己身上揽 这已经不是一石两鸟 而是一举三得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蓝轩小姐和江先生 能够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 为我们分析这个话题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再见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